下面来看一条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的30号说 美国将从6月10号起对所有墨西哥输美商品加征5%的关税 特朗普还警告称 如果墨西哥不解决非法移民越境进入美国的问题 对墨加征的关税将逐月提高 直至今年的10月1号提高到25%